嗨 我是Raid 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打亮瘦臉素 如果你總覺得你的修容總是修不好的 常常有人跟你講說什麼 你修容看起來就是一個烙彩虎的 那你打亮或許就可以讓你的臉 看起來再更小一點 是不是開始有興趣啦 因為平常大家都對於打亮都覺得說 我就是不會用 我就是覺得那些太過浮誇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會非常適合你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一起瘦臉去吧 今天會有三種打亮方式 而且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喜歡的液狀修容 其實我非常喜歡液狀修容 就是因為它會非常的融進你的皮膚 它不會讓你有那種好像浮粉的感覺 所以第一個就是最近喜歡的 Chanel的珍珠光 那這個珍珠光呢 它會比較像是 所以如果說你是那種 顴骨很高的 你覺得顴骨都往外凸的那一種 那你就不適用 歐美式的打亮方 我會比較推薦你第一個打亮方式 第一個打亮方式呢就是 臉的中央位置 我會把它點在黑眼圈的下方 然後你可以用手或者是用美妝蛋 但是這個範圍呢 就不要超出眼下三角的位置 也就是我們只說在 這邊 臉中央的地方 就像是你的 蘋果肌被提亮的感覺 而且這一種的珍珠光 它會比較細緻 你笑起來的時候 它會覺得那個珠光的感覺 有點像是你的粉底液 有一點點的珠光折射 第二種就是明確型 就是如果說你非常喜歡那種 我就是要讓人家看起來 我的打亮就是在這邊 它就會讓你的臉整個往上提 所以如果說你是覺得你的臉沒有什麼靈角呢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我手邊有三個推薦的 左邊這個是 Tom Ford 膏狀的打亮 再來就是 Mac的這一支 還有 By Terry的這一支 膏狀 這幾支都是屬於那種 超級明確 然後銀色珠光的打亮 但像膏狀的打亮 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它有可能會在你上妝的過程中 把你的氣墊 或者是把你的液狀的粉底 又有一點沾起來了 如果說你是本身 這邊的膚況比較不好的 我不建議選這一種 然後使用的地方呢 就是在 顴骨的最高點 這裡 然後By Terry的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雙色 它可以直接這樣塗之後 就又有腮紅 就又有打亮 那我們今天只用打亮這一部分 第三個就是 夫妻宮 夫妻宮也就是這裡 太陽穴的位置 很多人 尤其是亞洲人 因為顴骨高嘛 所以 太陽穴這邊 就會有一點凹陷的感覺 打亮夫妻宮 非常重要 我推薦了三種 是我都非常喜歡的 就是 Mega Forever的這一支 跟 Suku的這一支 還有就是 Shiseido的這一支 然後我今天要用的就是 Shiseido Shiseido這一支 它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是膠狀的質地 所以它跟這種液狀的呢 又有一點不太一樣是 它可以沒有那麼有流動性 所以 它不太適合 滾進你的粉底液使用喔 如果你要滾進粉底液使用的話 我比較建議像這種液狀的 這個範圍到底要控制在哪裡呢 就是 太陽穴這邊 一直延伸到你的 眉骨下方這個位置 這個C字型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用這種液狀的 手是你最好的 幫忙的地方 但是如果說 你覺得你的手很容易 沾染回去的話 你就是可以用 美妝袋 或者是 底妝刷 慢慢拍勻 以上就是三種打亮方式 都可以有不同的瘦臉方法 所以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臉型 去選擇 你要什麼樣的打亮方式 液狀打亮其實也是非常好用的喔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關於瘦臉 或者是打亮的問題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喔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週見喔 掰掰